三國時期做藝五子梁將,一生為早早南征北戰,略下了漢那功勞,跟天我倆就來了一了,誰是五者梁將當中奠底的存在?到底是律進,全是於禁,又或者是隨訪,將了,將入呢?一,將了以將了的聲浪還了戰功來講? 而你的紀律很少,雖然在呂布手下並不出名,就連趙剛的時侯,也是因為關於多了一嘴,所以做初在潰流下者撕掉完兩仗,誰想到遮後給了自己如寫大的驚喜,也許是凝張兩頭,也許是做老闆收復將了的時侯,並略有太認心,所以激起了將了的不甘之心,於是小月就開始爆罰了,先是勸降了泰山道舊將A, 為早粗收復大量兵人,之後在白狼山更是大過烏援大軍,並強殺丹於達頓,極大的震撼了不甘的幽默民族 最出零的可能就是白白將四中擊東五十脈大軍,可以越謝罪是將了人生當中的顛縫之作 不管在任何情況下,白白對戰十脈,雖然數量上可能有所誇張,但四六七脈兵馬總是有的罷,愈且龐大的數量,令是讓將了大著白白將是中道了 殊權的歲期之下 更是差點活足殊權,愈實或者欺詳戰有,實際上的戰果並不大,畢竟只有白白將四,就算敵軍賺著不動讓你撼,你有能撼多少,真正的作用就是的匯了敵軍的士氣 從此以後,白凡東五上下,只要聽到將了的名字,就跟大英皇降臨渣不多 所以五死兩將當中地底之人,可能跟將了沒有疾窩關係,二,將入將入再血友跟隨曹操之前,就已經足於頂尖的名象 可能是自己所托非人,跟了一個勾由寡斷的元少,仲日在灌道之戰被曹擁擊敗 但這並不是越他就比曹擁弱,只能越當蛇的形勢有點讓人糾結,以元少當蛇的情況來看,將入當蛇跟曹操對抗 其實有點送人頭的言人,所以將得並未盡常力,可是自從跟隨曹操之後,就開始一腓中堅了 當然了大多數時候,將入都是跟別人合作,只能越將入的戰狗力不弱 但事佬只有點反彙,足於那種中奉陷陣的名象,即不是長統兵 用我門的話,血就是有勇和牛,身為一個大將,並且嘗試狠聽話的那種 只要在一個高榮的統帥手中,可以將將入的實力發揮到最大化 但你要試養他獨製營軍,就會出現很多的問題,比如越在泰王五年遮蛇,被施懷要嬌遮後 一時間你不過,直接帶兵追擊屬軍,結果在入門中會回復身亡 只能越將入是一元勇將,雖然戰鬥經驗豐富,但事佬只有點中,容易受到別人的激將 三,除仿者位也是在有跟隨曹操之前,就已經出零的將領,自從跟隨了曹操之後 基本上所有的戰役都有他的身影,而最出零的戰役可能就是跟關於的繁城之治療 如果不是關於的後方被東偷襲,或許關於若不潰敗的井快,但隨仿卻準確的捉住了 稍重即逝的自己 如關於一場硬拼之後,直接擊敗了有著墨人的激星的關於,之後更是緊追不蛇,連過關於大軍 徹底將關於的退,可以越隨仿足於一戰成零的雅種,雖然實力強,但事之前一直屬於打張流的雅種 看者所有的戰亦都深加過,實際上就沒有自己的出彩之處,真正查律頭閣話是跟關於的一場禮戰 見了自己不敗的神話,能力的話足於上陣 四,樂俊樂俊是曹操最早的巴仔成雲之一 在曹操剛起兵之時,就跑過來投奔,在灌到遮至射,曹操一方的兵萬人心惶惶 只有樂俊這一類人,才是曹操最忠實的步下,可以越元少手中的大將,被樂俊斬實了很多 也就是越即便樂俊想要投降,以元少的脾氣也會直接斬了給自己的屬下報仇 當然了樂俊從爲就惹有想過要投奔元少,抱著跟曹操得起下地業的決心 在灌到跟元少決一死戰,之後再修復皇跟殘兵之時,樂俊更是立下了漢馬功勞 雖越樂俊在曹操的手下立下了無數的功勞,但事卻從爲惹有十可太過出彩的戰役 比如將誰仿擊敗關羽,將來伯伯將四中擊十麥大軍遮女的事情 他事一見也若有,可以越重頭到尾,都足於穩疾穩打的雅黑類人 所以在三國演義,並若有過多的級與其太多的文字月明 唯一看起來有論點的可能就是跟呂布的報,將裝霸大戰三十回合不分勝負罰 而這一點在我不看來,真心信不上什麼出彩之處,畢竟裝霸在呂布的手下之中,也只是一個中下水平性的存在 而唐唐五指兩象,對而只是跟對方成了一個平手人也,實在是也不出手,真要越地矮的話 可能會有他的存在,當然了,這只是在小月當中的形象,實際上明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駱進一生當中幾乎有什麼敗跡,但凡看都情況不對,根本就不可以上場 也就是越在歸避風險者一方面,駱進肯有研究,簡單例如,駱進足於怕死的雅黑類人 跟著入謝總勇,將真正相反,五五,於禁於禁,其實跟駱進差不多 都是在三國演義當中,默默無雲的雅一類人,沒有太出色的戰跡 但卑不能越人家就不肯開朗,相反於禁與駱進這兩內人 不但在練丁是一把好手,而中鋒陣方面也不甘事異,只是自己的戰跡沒有出彩的地方 畢竟我雲的眼光,已經被關於的千里酒丹騎,智雲的失進失出,將領的八百章 試過十萬這樣的精彩戰有所吸引 所以將於禁與駱進,謝總,今天打敗了一波黃金兵,明天收復了一個不出名的 的將謝總行為,已經完全是不來應罪,但事於禁卻有一個最大的敗點 作為早遭最多的追隨者,失敗後居然被捉,並且被捉出頭的的謝恩一個血罰 作為前下病不代表,其他只會被捉成因為 在unks歸幕,下傷的下 Shaw,才能被捉成,公安,下傾敬鬥 來死了,死了,放棄了,下山架頂大根解放